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 學好字 本週我們又要到哪裡 去學習什麼字呢 喬這個字呢 它的源源到底是什麼 它是如何發展出來的一個字呢 喬字的由來到底是什麼呢 你知道嗎 那我看老師桌上 今天還擺了一個葫蘆 該不會跟過河有關係吧 大家想得到它跟渡水有關嗎 葫蘆居然跟渡水有關 老師 你說的是真的嗎 今天我們就拿龜來考試一下小可 我跟你說 其實我會寫龜 但是我都不會讓別人看到 我怎麼完成它的 信心滿滿的小可 龜字到底寫得對不對呢 有人會把橋樑的樑加一個木頭 那到底是這個有木頭的樑好呢 還是沒有木頭的樑是正確的 想知道更多的漢字知識嗎 盡情鎖定每週三晚間八點 國民漢字須知 中文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